为期两天的金庄国家外长会议 10号在夏夫哥罗德开幕 这次会议将会以扩大会议形式举行 会晤期间还将举行金庄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外长对话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也应邀出席 在金庄国家外长会议开始前 王毅分别与伊朗代理外交部长阿里巴盖里 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布罗普 举行了双边会谈 并就金庄国家当前形势 和进一步发展前景 深入交换了意见 此外 俄罗斯是今年金庄国家的轮值主席国 俄罗斯外长拉布罗夫 在会议一开始就提议 向因直升机坠机事件驱使的 伊朗总统莱西和外长阿布多拉西扬 进行悼念 并再次向伊朗人民和运览者家属 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此次会议 除了金庄成员国以外 金庄国家的友好国家代表也将参加 这也是自去年金庄国家扩元以来的 首次外长会晤 会议的主题将讨论如何发展金庄组织 据相关消息透露 此次会议的热门话题之一 是与美国和欧盟关心密切的 北约成员国土耳其加入的可能性 США и их союзники не оставляют попыток удержать ускользающие доминирования и замедлить объективные процесс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ногополярности при эт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они используют в качестве оружия путем санкционного давления финансового шантажа пытаются повлиять на выбор сувере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моделей развития и торговых партнеров Запад не гнушается и силовыми методами примеры всем известны Югославия Ирак Ливия Афганистан Сирия Украина и ряд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это лишь верхушка айсберг 拉夫-罗夫还指出 金庄国家是在行动上 而不是在言语上 实施平等合作原则的协会之一 据俄方消息 金庄国家目前正在考虑 来自大小国家的约30份申请 并提出了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 拉夫-罗夫还称 申请加入金庄的国家数量 稳步增长 也证明了 变革之风正在推动 金庄国家的发展 在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的作用 只会越来越大 俄方此前曾表示 在俄罗斯担任 金庄国家轮值主席国之年 将考虑安全 经济与金融 以及人道主义关系 等三个主要领域的 多方面合作前景 并为今年10月 在喀山举行的 金庄国家峰会做准备 以上就是 《凤凰卫视》 尹丽 苏秉燦 在夏洛夫-哥洛德的报道 《凰卫视》